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 今天呢开始我们美丽日记第三篇 那第三篇日记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春天必用的 必备的彩妆品 就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彩妆品 东西蛮多只有五分钟 首先手上这一瓶香奈儿美白系列的妆前乳 非常非常棒的妆前乳 那我知道国内的柜台跟美国的这个 专柜的这个包装呢是一样的 我女儿在跟大家打招呼 首先呢就是 它有防晒系数30 然后有美白的成分在里边 挤出来的液体的颜色呢 就是跟包装品的颜色一样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颜色 然后你把它这样晕染开来 立马提亮你的肤色 非常非常棒 防晒打底一步搞定 下面介绍呢就是 MAC MAC的这一款FIX PLUS的定妆喷雾 我三四年前开始使用 我非常喜欢它 喷上去之后 你浮粉呢 还是浮粉也好 还是粉质感也好 还是那种 稍微起一点小干瓶也好 完全消失 而同时呢 还能提亮你的妆容感 但是它不会给你那种 非常非常夸张那种 油亮的那种光荣感 就是很自然的 光荣光亮的那种感觉 超级棒 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 人手一瓶 超级推荐 那我有说呢 我是混合性肌肤 所以定妆是一定要的 那我的定妆粉用的就是 香奈儿的这款 叫什么 Universal定妆粉 那我的色号是20CLAIR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颜色 抹上去之后就是消失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用了好多 那我就用它用那个粉刷 刷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如果你是整个脸都是干性皮肤 你就不要用它了 还蛮干的 下一个想要介绍是眼线笔 眼线笔对于我来说是化妆的必备 假如说我今天脸上只擦了防晒霜出门的话 或者是只擦了BB霜出门的话 我也会用眼线笔 因为我不喜欢贴假睫毛 这个呢是Urban Decay的 这个眼线笔 具体的信息呢 我会写在信息栏里边 那它这是双头两个颜色 非常非常棒 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很好画 那我的眼皮的颜色 那个皮肤呢 非常的油 但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画 这个呢绝对不会晕染 绝对不会晕染 而且非常非常好线 就是一线就掉了 下面呢就是睫毛膏 我现在用的睫毛膏呢 就是Tarte的这一款睫毛膏 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 刷出来的睫毛非常自然 不会给你那种就是 非常夸张的那种 就聚在一块那种感觉 也不会像苍蝇角 它分的那个 就是那个距 就是睫毛之间的距离呢 非常非常棒 它这样的很普通的刷头 然后也不会晕染 然后它不是防水的 所以卸起来还蛮好卸的 蛮推荐这一块 那下一个想说的就是 我的口红 我春天非常喜欢用的 就是我唇上这个 类似的颜色 像橘粉色啊 橘粉色调的裸色啊 或者是粉色啊 无论唇彩唇膏 我都蛮喜欢用的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 这个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吧 就是美宝莲的角色系列 它是雾面的 我非常推荐 非常非常推荐它 雾面的裸色系的口红 那我这个色号呢 是655 然后 就是我唇上的颜色 然后我今天在上面 有画一层就是 唇彩 我会给大家介绍 是这样的颜色 超级漂亮 非常非常自然 而且不会特别特别的干 那我在上面呢 唇彩就是这个 NYX的这一款 Butter Gloss 非常有名啊 非常非常有名的 开价品 非常便宜 然后 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它的质感 可以看到 非常的显色 非常的漂亮 质地也非常的舒服 不会非常的粘稠 而且它们吃的蛮久 它里边是没有亮 就是那种珠光在的 非常非常推荐 每个人都能找到 适合你的颜色哦 而且是开价品 那最后一个呢 想给大家介绍 就是Cat Von D的 这一款液体口红 液体口红 在去年开始 就是横扫欧美市场 大家人手一支 但是我最喜欢的 那我最喜欢的 还是Cat Von D这个牌子 它不会很干 它的效果也都是雾面的 特点就是超级持久 你不用再去补妆 非常非常推荐这个 超级推荐 那今天呢 这篇日记都写到这里了 下一篇将会给大家介绍 我春季必备的护肤品 不要忘记收看哦 Bye